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下课可以跟老师借这个手稿来拍照 或者是你们可以在补课的那个DVD 都可以重新再做整理 所以同学不用急 那我们上课呢 上次我们已经介绍了刑法 刑事注重法跟监狱行星导的一些 彼此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过的东西 我们就打个勾 老师画这个图 就是老师第一堂课讲过 我们要用理解的方式来记忆 那怎么样理解呢 就是用有条理 有体系的方式 我们要建立一个很清楚的体系 来帮助强化我们概念的理解 我那时候举过例子 就像我们在念历史一样 我们要有一个体系 那个时序表 那个年代表 就像我们在读地理 我们一定要看什么 一定要看地图 不然我们这两课可能都不会念得太好 那我们去一个地方 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我们也要地图 爬山 你更要指南针 所以我们画这个体系表 就是一个体系图 目的就是随时要跳出来 要知道你念到什么地方 不要念到后面 你就忘了前面 那就迷路了 所以我们已经教过了 刑法 刑事诉讼法 跟监狱刑事法 则之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堂课 就已经用一个例子来带过了 好 我们打个钩 我们做个记号 就像我们爬山 爬一个深山 我们爬过地方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 做一个记号 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迷路 来 我们上次也教过了 哪些人 是我们监狱刑 刑法可以适用的对象 我们讲过 这个死刑不是嘛 财产刑也不是嘛 这个其他都是啦 那当然行刑期间 我们也教过了 试用范围也教过 上次我们是教到了种类 对不对 那种类呢 我们介绍很多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陀拉鬼 一个鬼肉桑 这样子 那我们第一个就介绍了 介绍过这个 接受调查间 什么是接受调查间 同学我们后面 等会第二章 就会介绍收监 收监就是收监 受刑人一到监狱里面 我们第一个动作 就是叫收监 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 第一个要做的这个事情 那要做一些初步的调查 对他这个个人的这个 家庭背景 原生背景 他在社会上 他的配偶 他的家属 有哪些人 我们可能都要做一个调查 为什么 将来就是可能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调查 然后做好一个分类 要做一些分类 包括他的图形 他是受 他犯了什么 最近来的 我们都可能要做个调查 可是因为我们 这个接受调查间 在99年的 12月1号 就已经废除了 对不对 之前我们是要有 有两个监狱 台湾有两个监狱 在实务上 一个是什么 云林第二间 有没有 然后一个是高雄第二间 为什么叫第二 基本上他就是 位居次要 位居被位的一种监狱 他不只是纯粹在关这个犯人的一个监狱 他是 基本上他担任的一个职务 就是在做这个 分类调查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地杀人仇 然后这个监狱人满为患 所以实务上这种 接受调查间的功能 布章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后来在99年12月1号 就废止了 现在各监狱 其实就分打三道各监狱 不管你是哪种监狱 基本上他都有这个 接受调查分类的功能 然后当然我们也介绍过一些什么像重型肩 或者是什么病肩 等等等等之类的 我们大概都介绍过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上次是教到种类 可是我们的监狱的种类 并没有教完 我留了一个伏笔 对不对 为什么 同学 我们上课 乔老师 如果带到哪个单位 单元 跟你讲很重要 很重要 我真的麻烦你们 一定要留心 请你打好几个星号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讲两大重点 一个是少年间 麻烦你这边打三个星号 那女间麻烦你打一个星号就好 少年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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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三遍了 同学 你要记清楚 同学 因为我们今年的考题 形式 测验题 做了一个大改变 对不对 往年 如果说 如果还是有问答题 老师上课 会有一个义务 要带你们怎么去做解题 就是教你们怎么去做 这个问答题的 有一种格式的方法 这个同学可能 因为你们 如果不是法律科系背景出身的话 那这个东西要做过训练 为了你们能够金榜听 这个东西是老师要带你们的 可是因为今天这个监狱形成法 已经没有这样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的重点都是打散在各个章节 但是当然还是会有重点 就是说他出题的这个比例就很高 在监狱学盖要也是乔老师负责 所以监狱学盖要他60%是选择题 40%是问答题 老师会带你们 你不用担心 所以以后的上课 我都会带你们怎么去做解题 所以要来上课 知道吗 然后呢 少年间 我说他很重要 所以同学你不要怀疑 他每年一定会考 但他怎么会考呢 他会考的哪些东西 你要记住 这里面有出现很多数字 什么数字呢 比如说少年间 我们现在开始讲 来 少年间 我们要谈到少年间 我们从两个角度讨论他的内容 第一个是他的对象 那些人是少年间 可以适用的对象 第二个 种类 有哪几种少年间 其实讲少年间 不是很精确的讲法 因为我们在食物上 或学理上都不这样讲 少年间的适用对象 乔老师你在讲什么鬼啊 那当然就是少年犯啊 对不对 对啊 老师也知道是少年犯 可你可以跟我讲 法律上对少年犯的定义 是怎么界定的 对 规定在哪里 有很多法规定 有没有 我提醒你们 从最根本的法 就是刑法的 第十八条 有没有 对不对 未满十八岁者 限制责任能力 对不对 限制责任能力是什么 得减轻其刑嘛 对不对 无责任能力是什么 未满 对 那个就是 无责任能力 这个责任能力 我们在第一堂课 你们上过刑法 盖尤同学都知道 三阶论 对不对 判任罪 这个 定罪科刑 必须法有名文 这个是什么定义 叫罪刑法定主义 一个人 他是不是触犯刑法 要看刑法 有没有规定 有没有法条规定 那你要怎么去检验他 要用刑事诉讼来检验他 检验的过程 用三阶论 对不对 客观构成要件 这个构成要件里面有分 客观构成要件 主观构成要件 第二个有没有违法性 比如说正当防卫 有没有紧急病难 对不对 第三阶责任性 就讨论那个什么 比如少年间 少年半 对不对 责任 未满十四岁者 无责任能力 所以一个 一个未满十四岁的人 不管他是男或女 他如果杀了一个人 他杀了一个人 他第一阶第二阶都通过了 但到第三阶 因为他未满十四岁 对不对 在刑法上 你没有办法 通不过第三阶 就是无罪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 就是没有责任能力 第三阶就无有责性 你们老师是这样教的 对不对 没有错 他还是少年犯 听懂吗 虽然他不把你关 但他把你怎么样 敢化教育 那个是后话 我们等会会跟各位介绍 好不好 我们先有一个前面的概念 这样可以吗 这样把它拉到我们的监狱信心法 你就通了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对象是什么呢 他对象呢 是以怎么来分 原则上 一般 你要看他是一般的 当然 就是刚刚同学讲到的 以他的年龄来区分 年龄来区分 以未满十八岁 对不对 未满十八岁 这是原则上一般 来 同学 记住 考试 尤其是法科的考试 我若讲到有原则 就一定有什么 例外 考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不在原则 在例外 听懂没有 例外是考什么 同学 所以同学 我又要用别的颜色来提醒你 麻烦你 例外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例外是什么 他说 以这个监狱行刑法 我们先看一下 他是规定在监狱行刑法的第三条 对不对 你手边有法条 麻烦你看下监狱行刑法的第三条 他说 如果少年犯号 收容中 我们原则上是未满18岁 人会长大 对不对 今天如果他被关的时候 关关关 他长到了18岁以上 收容中 当然嘛 如果你在收容之前 他已经满18岁 那当然是另当别论了 对不对 他已经是成年了 那如果是在收容中呢 他就不是少年 他已经满了18岁 怎么办 把他关到一般成年的监狱吗 不是哦 同学 要看 他说 再加上 残余的刑期 如果是少于三个月的话 残余的刑期 如果是少于三个月的话 得继续收容 如果啊 这个少年犯 他在收容之中 长大了 他满了18岁 有责任能力了 对不对 可是他犯罪的时候 他收容的 收监的时候 他还是未满18岁 那以收容当时为准 听懂吗 不会因为他收容以后满18岁 你就要做别的处理 不是这样 当然他如果收容中 他后来满了18岁 还必须看 他当时犯的是什么罪 然后被法官宣判了多少的徒刑 听懂没有 如果他后来执行的徒刑 徒刑执行 剩下来的刑期 没有超过这三个月 就算了 让他怎么样 官满为止 收容不要讲官 讲官其实不精确 收容到他整个刑期满为止 把它放出来 听懂没有 就继续收容 为什么呢 同学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重点是在他的理由 重点是理由 第一个 如果说 如果说 你剩下来 你如果在收容中 他已经满了 突然间满了 不是突然间 收容中 他已经满到了18岁 而残于刑期 又在三个月以下 这个时候 你把他转到了成年的监狱 一般的监狱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对这个少年的收容人 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用想都知道 这不是好事 对不对 因为 其实 在我们的这个刑事政策 不管是监狱学或犯罪学 我们会认为 其实少年犯 其实为什么他会去犯这些东西 其实他 可能就是不成熟 对不对 不成熟 他的控制能力 他的判断能力 有问题 不是不成熟 他才会去做这些 当然可能他的原生背景 都有问题 所以才会犯罪 所以我们在法律上会比较宽容他 那 如果你这个时候 因为他在收容中满18岁 你就把他转到成年监狱 静诸者是 静默者黑 有没有 他会不会越变越坏 碰到了师父 对不对 大师兄 教他更高明的这些犯罪技术 教他更多社会黑暗面的潜规则 对不对 哇 他出来以后 哇 又是一条好汉了 对不对 这不是社会国家之福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怎么样 因为不利少年的 少年复归社会 不利少年的复归社会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你把它关到 如果他剩下的 如果你剩下三个月 不满三个月 你把它关到成年监狱 基本上 对于少年犯来讲 我们是宜教不宜法 我们现在的刑事政策 多半是什么 矫正 教育行 对不对 当然啦 同学 你们如果有 去年有念过监狱学盖要的 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 台湾的社会是才什么 两极化刑事政策 可是我们现在不去讨论那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 我们对于少年来讲 我们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以教育的这个理念 去对待这个少年犯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怎么样 如果你这个时候 把它转到了成年监狱 无法发挥什么 矫正的效果 同学 我老师字很吵 包容一下 包容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写得很 那个科版书 第三个 当然啦 你这样子 那你之前在这个少年 少年这个矫正机构 我们不叫做监狱 少年矫正机构 对这个少年 所施予的一些感化也好 或者教育也好 岂不都是浪费了 对不对 所以变成什么 浪费国家资源 那你不如一开始把他关到成年间算了 他有一天也会长大 对不对 所以浪费国家资源 听懂老师的意思吧 好 对不对 这个是原则上我们讲的对象 来同学 我们麻烦你 把老师的测验题 选择题 带出来 我们看一下题目 好不好 我们看哪一题呢 我们麻烦你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对 好 有没有看到 第七题 收容中的少年犯 如果满18岁 依监狱刑刑法的规定 残余刑期多久 得继续收容 答案是多少 B 三个月 同学 我是不是前面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过 凡事 凡事 法条里面出现 数字的 出现 期间的 好 比如几个月 几年的 我拜托同学们 如果你要金榜听 你都给我背下来 听懂没有 而且要搞清楚 不要弄错 选择题 不考这个 他考什么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没有例外 同学 我跟你讲 真的没有例外 老师不只是在你们这班也兼课 我在 铁路法也兼课 一样 他们的出题模式 那些出题老师的逻辑都是一样 很喜欢考什么 期间 金额 数字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掌握 所以 比如说 他得继续延长制 多久 这个东西 你们就要特别的记住 听懂没有 残余行期 剩未满 三个月的 三个月以上 就可以继续收容 好 来我们再看一下 麻烦同学看第八题 有关十八岁以上 二十三岁未满的少年犯 得收容至完成 该级教育阶段的理由 下列何者为非 A 有利于少年复归社会 B 无法发挥角质作用 C 浪费国家资源 D 依其教育的需要 他就是问你说 收容中突然间这个少年 不是突然 我老师有语病 少年犯在收容中 他满了十八岁 但是他残余行期 我好像还没有讲到这边 对不对 同学不好意思 后面要讲 等一下 第八题先等一下好了 同学 第八题先等一下 等一下 跳太快了 来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是刚刚讲的 收容中满十八岁的情况 同学 同学 这个是收容中满十八岁 残余行期 不满三个月 得继续收容 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收容中 他满了十八岁了 满了十八岁 但是呢 他又在二十三岁以内的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青年 这个时候叫青年 是不是 就应该要立刻 把他转到 成年的监狱里面 没有 没有 听到没有 监狱行刑法的想法是 没有哦 他之前在收容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未满十八岁 收容中他满了十八岁 但他还是没有超过二十三岁 也不代表 就算他的残余行期 还是未满三个月 未满三个月 没有啊 只要他在这个十八岁以上到二十三岁未满这个期间 我们还是可以看情况 还是可以看情况 第一个 依其教育需要 依其什么 教育需要 依其教育需要 依其他一种 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满18岁未满23岁 依其教育需要 得收容至完成该期教育阶段 理由呢 理由为什么这样子呢 同学跟我们上面这个理由是一样的 听懂没有 跟我们上面那个理由一样 他已经满18岁 但是未满23岁 这个时候 因为他收容之前本来就是少年犯 本来就是未满18岁 只是后来他满18岁 但是他还是在23岁以内 你这个时候 把他转到成年间 不好啦 听懂没有 不好啦 所以呢 如果依照这个少年犯的教育需要 还是可以把他收容至 该期的教育的阶段 来我们看一下 第八题 同学麻烦你看到第八题 有关18岁以上 23岁未满的少年犯 得收容至 完成该期教育阶段的理由 我现在是问你理由 下列何者为非 A 有利于少年复归社会 B 无法发挥 小事作用 C 浪费国家资源 D 一期教育的需要 答案应该是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 一期教育的需要 只是 我说过 上面这个 是三个理由 对不对 下面这个 多了一个 一期教育的需要 听懂没有 但是下面这个 跟上面那个 三个理由 也是并在一起 听懂没有 所以下面这个 18岁以上 未满23岁 等于是有四个理由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下面这个 一样 不利于少年复归社会 第二个 浪费国家资源 第三个 对 答案是A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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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多了一个 一期教育需要 这个理由 听懂没有 同学 所以 如果今天把它改成测验题 你觉得这样子 有很好考吗 没有 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它的陷阱其实是很多 所以同学 上课一定要专心听 好吗 我会告诉你 它的陷阱在哪里 我会 我会把它一些 你们容易混淆的观念 我会讲清楚 好 所以麻烦你们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好 同学 我们这边就 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 那么少年间 我可以擦掉 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好 少年间 的种类 有哪些 如果同学 你们之前已经有念过 这个监狱刑刑法 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了 目前我们台湾有两种 一个是什么 少年府育院 对不对 第二个 少年矫正学校 好 同学 跟各位同学 报告 在很早以前 我也不知道是多久 但是 在 民国一百年之前 我就听到 食物界 对于 这个少府院 少年府育院 这个到底 要不要继续存在 一直有不断的声音出来 听懂我意思吗 什么声音出来 把它废掉 全部由什么 少年矫正学校 来办 听懂我意思 好 可是 一直拿不掉 听懂没 好 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 少年矫正学校的成本很高 好 你全部要由少年矫正学校来做 其实实物上会有一些困难 好 而且呢 其实少府院的效果 不见得比少年矫正学校来的差 也因此 也因此 少府院到现在都还存在着 听懂没有 都还存在 我们在监狱学概要 还会再讨论一遍 所以同学 你不用急 在这个地方 你先有一个概念就好 好 来 同学 我们台湾目前的少年府育院 有哪些 我们要知道啊 对不对 我们不能只讲理论 讲规定 可是你实物上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不行 对不对 不一定会考 但是我们至少要当做一个城市之道 哪里 少府院 我们从北到南 第一个 桃园 桃园 第二个 彰化 彰化 尤其以彰化是最有名 你们如果上网去Google 一定都可以看到少年 彰化的少年府育院 这样子 知道吗 可以吧 来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少年矫正学校 少年矫正学校 来 同学 有几个重点 我们要去讨论它 第一个 我们要讨论的是 我们国内目前少年矫正学校有哪些 上堂课 我知道同学已经有提到了 对不对 哪里 第一个 城镇中学 对不对 城镇中学 第二个 哪里 明阳中学 对不对 其实 其实本来不叫做 本来不叫这两个名称 它本来是叫做矫正学校 它的原名就叫矫正学校 然后呢 可是后来因为 我们国内的行事政策认为 少年遗照不遗法 尤其不应该标签化 听懂没有 标签化 标签 给你贴标签 不希望说今天因为这个 这个少年 这个孩子 因为不懂事 年轻不懂事 犯了错 你就给他贴个标签 等于对他的一生中 就留下了一个什么 落印 我们也不掉 对不对 尤其我们现在资讯 虽然有各司法保护 可是网络实在是太 太发达了 Google一下一个人的名字 可能他所有过去的记录 都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把它改成什么 少年 城镇中学 或明阳中学 而且这个中学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 一般的那个中学的学历 是同等级的学历 听懂我的意思 他就是真的去上学 可是只是他在这个里面 他受到的管制 比一般的中学生 要严很多 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性质是什么 他是监狱吗 不能这样讲 他是矫正机构 他是矫正机构 同学我们后面还会在教 不只是后面 包括我们在监狱学 盖药 我们会一再的提到 少年的这个刑事政策 少年的刑事政策 是宜教不宜法 什么叫宜教 宜来的宜 应该的意思 应该要教育他 而不要处罚他 听懂我意思 他跟成年人不一样 所以原则上是怎么样 我们是以行刑角式 去感化他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什么 感化教育的一些保安 保护管束 来 第二个 他就是一种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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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我们讲完了他的种类 讲完他性质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说 哪一些人是少年矫智学校的 矫正学校收容的对象 这个可能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 他的对象是哪些 原则上我们以年龄来区分 以年龄来区分 我们以什么样的年龄来区分 同学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原则上是以刑法第十八条 少年的收容人 少年犯少年的收容人 他的年纪是不是在刑法第十八条 十八岁以下 如果少年的受刑人 原则 十八岁以下